今天是去了丰田市美术馆参观和子宴打轨夜行的展览会 丰田市美术馆位于日本爱之县丰田市 是一座收集展示国内外近现代作品的一座综合美术馆 从1995年11月开馆到现在举办过许多精彩前卫的展览活动 从明湖市可以搭乘地铁蓝色的鹤武县直通丰田市站 下车以后步行10分钟左右就可以直达丰田市美术馆 红色的列车是到达丰田市站的地铁列车的一个重要特征 明湖地铁和明湖铁道可以连通运营也是非常方便大家的出行 走出丰田市站以后就可以看到很多路标指引去到丰田市美术馆的方向 现在这里有一张丰田市的地图 我们在红色的这里丰田市站 不远的地方就是新丰田市站 两条铁道是平行的但两个站非常的近 我们要走到右下角这里的丰田市美术馆 看起来应该不是很远 这里是丰田市街道的样子 这里应该是很市中心的地方了 没有特别多的高楼 但是有非常多的店铺和建筑物 走在路上很有小城市的悠闲感 路上一直有路标指引着我们丰田市美术馆的方向 看来很多游客会来这里直奔丰田市美术馆 又是有路标 这里还有一排的标志 指引前方就是丰田市美术馆 要爬一个坡 美术馆应该是在山上 爬到了山上 可以看到山下的风景 近来这美术馆的就是新丰田市站的那一条爱之环状铁道 丰田市美术馆的大门非常大方简约 旁边就有一幅巨幅海报介绍 最近正在举办的和子宴百鬼夜行的展览 走进丰田市美术馆的大门 近来也有告示会让大家注意最近的疫情防控 这里是一层的平面图 整个美术馆应该是有四层 所以还是非常大的 这里有电话间母音设施 自动贩卖机 还有两排非常多的储物柜 可以处放衣服 因为美术馆里真的非常的热 空调开得非常的足 因为没有办法在展厅内拍摄 所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整个展览一共有四个展厅 分别是展现了四段视频的装置 第一个展厅里面展现的是白鬼夜行的场面 从原始时代一直到现代 一百只妖怪先后从屏幕上走过 整个场面也是非常的奇特 非常的壮观 第二个展厅是介绍每一个妖怪的一些特征和情况 第三和第四个展厅则是着重展现老虎这个形象 并且把老虎的形象和日本在二战时期 侵略东南亚时的一些将领的特征结合在一起 让人反思过去的同时也非常符合 今年虎年的特征 今天美术馆里还举办了一场 《白鬼夜行》这个展览相关的讲座 由于娜霸润老师主讲 上面罗列了一些关键词和推荐书目 感觉这些书目都是非常值得一读的经典 看完了展览可以顺带参观一下丰田市美术馆的整体设计 有池塘有露台有水体 还有好多镜面的装置 非常适合拍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